今天从中国大陆商务部发言人的口中 我们听到了他说什么呢 他说了欢迎这两个关键字 对谁欢迎呢 是对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好我们看到呢 当然他有讲对于最近美国的行政命令 提出限制对华投资损人害己 所以中方严正关切 但是当被问到有报道指出雷蒙多 8月下旬访华 而且我跟大家说 其实雷蒙多本来就有讲 他说是要在8月21号的这个星期访华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下个星期了嘛 那结果呢 大陆方面的说法是 欢迎雷蒙多部长访华 目前中美双方正在就访问 有关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 好首先就来请教一下赖老师了 我们真的实在是 虽然说没有听到说 应约访问 应约这样的字眼 但是呢最起码听到了 欢迎这两个字 好久没有听到中方是表达对美方的官员的欢迎 欢迎那就是客人 这位记者他是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他问的是加根者 有没有厂商提出这个申请出口的问题 第二个他才问雷蒙多访华的问题 结果这位中国的商务部的发言人是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所以您就可以知道这个是比较重视的 也就是说欢迎雷蒙多来中国访问 那这个就是客人 因为这个就已经不是双方商定来中国谈判了 上次的布林肯也好或者是耶伦也好都是双方商定的 所以你看没有什么红地毯也没有什么这个相当规格的一个接待 但是既然欢迎那就是客人了 客人我想这个接待的规格会拉高 我个人的判断这是判断 我觉得前段时间王毅跟这个黄勋才的一个对话 因为王毅去新大坡访问的时候 黄勋才有谈到对于有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 他感觉到很大的忧虑 然后他对于美国的极限的施压 极限的打压是很不以为然的 但是他希望说中美之间能够寻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 因为这个可能会对于不只是对中美两国 会对于全世界都会带来 他们觉得从来历史经验上没有的这些结果 所以他们很担忧 我个人是认为说中国大陆在回应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担忧 所以对于雷蒙多来访问的时候表达欢迎 接着球就丢给美国了 那美国你如果来的话还是气势凌人 还是凶巴巴了 那我想全世界都看得到 说你美国是这个样子 那谈判谈不拢 那责任不在中国大陆了 那我想这也是一种舆论战 也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战 我觉得在这一次有关于做生意的部长 因为商务部长做生意做买卖的 表达欢迎 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好的开始 希望中美的关系越走越顺都是好的 那会不会这次商务部长是当推销员来帮忙美国卖东西 比方说是推销波音 其实如果美国要到中国来卖东西是好事嘛 但是问题就是你中国也要把东西卖给美国嘛 那你不能够说我卖给你你不能卖给我 这就不合理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他来推销东西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欢迎的 但是问题就是那中国也要推销东西卖到美国去嘛 对啊 例如说电动车啦 是是是 现在电动车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汽车啦 那你要来卖博音 那我卖电动车有什么不可以呢 好 但是问题是蔡伟源 那你看现实总是残酷的啦 就是说来的时候这些西方的官员我们都看多了嘛 来的时候都很客气 回去的时候就凶巴巴了 就开始骂人了 就开始动手了 那不知道这次雷蒙多会不会也如此 不过呢 那你看现在中国大陆表示欢迎 那是不是其实 当然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比较和缓 比较降温 中美这个贸易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了 是不是让别人看得到忧心的话 稍微要缓和一下 那蔡伟源还是说 中国大陆也许有自身的一些经济 需要努力的地方 所以呢你知道中美两国当然要合作嘛 那现在为什么要讲到经济的问题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些 包括8月16号 总理李强在北京开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 强调要扩大国内需求拓展消费 大陆的官媒现在也表示说 那个发钱促性消费 这种东西你知道有一些国家是直接这样 发现金刺激消费需求 这个在中国是不可行的 所以中国要有自己的做法 其实呢这个跟其他有一些国家的做法 会有很大的不同 那是不是可能也是考量到自身的因素呢 财委员 中国的经济很不错 但是结构上有问题 很不错是因为它经济成长率5% 反观我们台湾是1.72% 美国呢1.8% 还不到2% 他们估计2%1.8% 那德国呢0% 对啊 英国负的 那法国好一点呢 你们法国比较好一点 又是我们法国了 那这样的情况说不满力也可以接受 所以中国大陆表现5%以上不是问题 但是结构有问题 什么结构有问题呢 它的营建的房地产市场有问题 房地产有问题 也是零零种种问题所累积出来的 那你发消费券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妈那些消费券能够买房子吗 它去扩大买房子的需求 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那这些工作就必须要推翻它以前的政策 因为房地产的政策在每一个国家都会面对两个难题 第一个叫居置正义 不准人家买太多房子 第二个呢就是 因为房地产一定会产生存货 这个存货的循环就是 有人说是囤积房子 市场是卖不掉 所以这个每一个行为都有存货 可是你不会注意半导体存货的居住争议啊 但是住宅的存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累积了很多的住宅的存货 有人叫烂尾楼啦 有人叫不管他就是存货 经济学里面存货是一套专门的理论的 所以违背经济学这套理论就要受摘殃 中国大陆现在就面对这个问题 他们在2020年发布一个叫三条红线 就是说房地产公司必须服务这三条红线的时候 银行才可以放款 要不然要收银根 那问题来了 你是在2020年发布的 那个根本没有用 因为大家不买房子 都是封控嘛 现在解封了以后 这一条三条红线还在 那不仅是如此 上游政策下更严谨 每一个分行的行长 他一看到三条政策 他更严格啊 你有顾客的钱买房子 我就先收回来还贷款 所以猛收银根 造成中国大陆的整个银行的贷款 总金额一直在下跌 那老百姓看到说 银行这样做 那我宁可把那个什么 把他存款利息领出来 存款利息很低嘛 他的利差太大了 放款利息很高 他宁可把存款利息拿去还这个贷款嘛 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数一数二 储蓄率最高的地方 所以大家存款不断的增加 就是不买房子 不买房子你就很多家电产业 因为中国人的毛病就是 你如果没有换个新家 大概那个家电产业能用则用 电视机再老头一直用下去 所以就是百业就造成一种萧条的景象 那这萧条是局部的 可是他的就位人口不少 而且他的资金运转会影响到银行 所以碧桂园不是就是在香港爆雷 那因为什么 因为内地的银行不准他把钱 汇到香港变成美金去还债 要还先还他的银行贷款 所以这个产生资金断裂链 这是政策失误所造成的 很容易修改 那不晓得他们要怎么修改 现在刺激消费没有意义啊 为什么没有意义啊 直播烧烤已经吃成这样的 各个景点到处爆满 高铁 航空公司机票全部买不到 这个不是一般的消费 现在要做的是一种长期消费 就是买房子或者买汽车 要鼓励这种买耐久财 在经济学学里叫做耐久财消费 那如果不往这边去考虑 那你现在存货一大堆的 这些房地产不消化完了 房地产公司一家一家倒 那整个经济体系 就会不断的复向循环 所以我也不晓得他们现在政策 是怎么制定的 但是很明显的不是投资过多 也不是消费过低 我不太同意这个大陆上 这个什么中央党校所讲的 这个概念 哪有投资过多 而且投资不足啊 再来消费过低 消费不是一般的消费 不是吃喝玩乐的消费 是对房地产的消费出了问题 很多人都在等着房地产 要不要跌一半再下去买 这是问题所在嘛 那就产生银行的资金断类链了 照道理的资金链是说 我银行借钱给这个建商 然后建商去盖房子 从消费者手上拿到钱 这个钱再来还给银行 那银行再把这个钱 借给消费者去买房子 这个叫做完整的资金链 现在三条链都断掉了 那我不晓得大陆决策者 怎么做这个决定 第一个要做的是取消三条红线 第二个叫要放官限购令 谁不能买房子啊 那谁可以买房子啊 那两户不能买三户不能 这个定了很多规定要放官 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缩短存放款的利息 先把房地产给拉起来的话 整个循环就会好起来了 好 不过事实上我看到 这个中国大陆这些刺激消费 真的是方方面面很多呀 包括吃喝玩乐啊 饮食旅游啦 其实也都开始有 甚至有各个不同的省份 也包括说鼓励你去多多的休假 为什么呢 因为休假就有更多消费的机会 而且呢像你说买房的话 确实也是如此 希望大家多买房 还多买家电 多买车 吃的用的都要买 现在目前看到中国大陆是在拼经济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还有一个美国 在那里要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吗 所以现在这个贸易战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 但你说对于中美两大国大国博弈 杨老师你觉得真的有所谓公平的裁判吗 因为我们常常讲的说 啊这个去状告WTO 那WTO它公平吗 好我们看到WTO这家小组今天裁定了 中国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来报复美国客征钢铁以及铝的关税 说违反国际贸易规定 直接就是讲说中国大陆不乖 所以是你的错 那但是呢你看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对此表示是乐见 还说中国是以虚假保障关税来进行非法报复 但是呢大陆商务部则说 中方正研究世贸组织的报告内容 并且将依照这个组织规范做好后续的工作 因为症结点是在美国的单边主义还有它的保护主义 杨老师 这个新闻呢只讲了三分之一 而且是最后面的三分之一 重点在那个前面的三分之二 2018年3月川普推动了一个叫贸易扩张法 对全世界输出钢铁跟铝这两个项目的这些国家 包含墨西哥 包含加拿大 包含欧洲 包含新加坡 包含台湾 包含中国大陆 采取25%的钢铁的关税提高 10%的铝 它是全世界那个时候还记得吗 那是在对中采取贸易制裁之前 川普先用这个钢铁跟铝 钢跟铝这两个项目对全球 那大家就开始在反弹了 大家就开始来那一个一个你跟我谈 加拿大墨西哥就说 那我们可以重弹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现在叫做美加墨贸易协定 所以他就把这两个国家给豁免掉 然后跟欧洲再重新谈 把欧洲一些国家豁免掉 那其他的国家 这三分之一了 其他回来就到WTO里面去告美国 你用你的国内法单方面的对这个钢跟铝 提高25跟10%的税 这不合WTO的这个贸易规则 2022年10月 WTO的一样这个所谓的争端解决 争端小组判美国败诉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国家在采取报复 你抽我20%的钢10%的铝 我就找类似的项目 中国大陆就针对废铝财 还有猪肉 采取报复性 这个报复性在国际贸易法上 不是这种坏的字眼 就你对我不公平 我就对你采取类似的 就是反制 对反制的 那就采取这种报复性的 那有的时候报复性的关税制裁 甚至还是WTO可以授权合法的 那这个时候美国就不满了 你怎么可以报复我 所以他就跑到WTO去告 告了之后呢 就出来今天的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前面的三分之二 完全没有再报道出来 那后面还有这个三分之一 后面还有后续呢 也没有报道出来 这个什么意思呢 WTO前面是怎么各打58版 对不对 但是没有拘束力 然后如果你要拘束力 你要上诉法庭 上诉法庭美国摆烂 没有用了 因为WTO的我们叫D 这个Dispute Settlement Body 就是DSB 它是一个WTO规矩里面 很特殊的一个项目 其实大家认为 国际贸易法里面 是最重要的成就在WTO里面 但是呢被美国完全拦掉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上诉法院的法官 必须要所有WTO的共视觉 就美国就把它拦 美国就不同意 所以呢当最后一个法官 这个任期到了之后呢 他就没有办法再补 所以那个上诉法院的法官 没有人 你上诉没有用 那因此你就没有真正的拘束力 因为对像这一次前面这个阶段 被贸易小组判这个败诉的 他觉得这个程序没有完成 所以当然就对我也没有拘束力 这个东西就真的如玉琴 你前面所讲的 完全是美国的单边主义 完全是美国的 他自己用他自己的 国内法的常备管辖 而且还更进一步的呢 还去WTO告别人 告赢了他很高兴 然后呢发觉别人可以告赢他 然后甚至有这个上诉法院 法官去支持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上诉法院 这个国际的体制 WTO给摆烂掉 给把它给停掉 美国是这样子玩的 你如果了解到这一套的话 你就知道 真的是 那你怎么办 因为美国还是最大的买主 在很多的产品项目上面 别的国家也不敢说 除了这个中国大陆是用猪肉 跟肺铝财 那可是呢 他也不敢用别的项目 再去制裁美国 因为美国也会制裁你 所以就变成是 在这个游戏规则当中 他去制定规则 他在讲什么叫做 规则的国际秩序 但是呢其实完全不符合 他原来这个原本设定的 所谓规则的国际秩序 好这个赖老师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 刚刚我在讲说 有人要开始当绊脚石 果然采取了行动 他们是一些前高阶的国安官员 而且是不分共和民主党派 跨党派 然后呢要干嘛 说现在国会要加把劲 应该要更努力了 对于呢 限制美国对中国投资 你应该多做一点事了吧 然而这里面呢 包括有川普时期的副国安顾问博明 以及前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 一共有21位资深官员联名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还说美国必须要确保 跟其他外国对手 没有办法利用我们的金融动能开放性 不再放任他们威胁我国国安与繁荣 这个博明最近才6月来台湾还跟蔡英文见面 我很好奇的是说这个时候 而且刚好就是在雷蒙多要出访中国大陆之前 来做这件事情 用意非常明显 这是两件事 因为金融投资是财政部部长管的嘛 那商务部部长谈的是双边的 这个商务的往来的问题 博明来台湾也捞了不少钱 美国的前国安的相关的官员 络绎不绝的到台湾来都捞了不少钱 所以显示出他们是很重视金融的 也很重视口袋里面的钱 那当然他们重视的是他们自己口袋里面的钱 不过他们对于美国的企业 他们到底是懂还是不懂 对华尔街是懂还是不懂 其实我就觉得是很有疑问的 为什么各位想想 目前拜登他是在半导体 在AI 在量子计算这三项 这个三个领域 那么做了资金投资的限制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你任何一个资金或是一个基金 他本身在选择标的的时候 如果说他本身 那个标的没有发展潜力 没有这个赚投 他怎么可能会去投资呢 所以他要投资是基本上是 有获利的潜在的能力 那么甚至说几率是还蛮可以把握的 那他们才会去投资 好 那各位想想看 你美国你自己要限制这些投资 那让你自己的这些资金失去动能 那是你家的事 因为中国大陆真的是不缺资金 我还记得郑元凶在上礼拜有谈到这个问题 他谈到中国的外汇存底 非常的庞大 那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会缺资金的话 你把外汇存底拿过来用就行了嘛 那也就是说中国是不缺资金的 那中国要的是科技技术上的交流合作跟发展 可是如果你美国自己以为说我控制住这些资金 然后就能够这个使中国的科技发展那么停滞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不死人间烟火 对 但问一次美国国会议员能怎样呢 国会议员现在在所罗门群岛踢铁板 你看啊 两个共和党的议员要见所罗门群岛总理 结果吃了个闭门羹 然后人家还说没办法抽出时间跟你见面 所以连所罗门群岛的总理都看得很清楚 所罗门群岛的总理比台湾的政治的负责人的那一群人 都还要有骨气 因为所罗门群岛他们的总理他们很清楚知道 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来 你来干什么 目的很鲜明 你的目的就是来教训我 来给我指指点点 然后来当我的师爷 告诉我不能够跟踪我怎么样 不能够跟踪我怎么样 然后你就要开始威胁我 那么甚至要胁迫我 那你来的目的就是这个嘛 那我干脆连见都不见 因为你别想我去满足你 那到时候两个人吵得不愉快 而且坦白说我是总理 你不过是一个国会议员 你算老几啊 好 但是问题就在 你看台湾就不一样 哇 阿狗阿猫只要是美国人 来的话就带之如上兵 然后拿人民的血汗钱 就这样子掏啊买啊给啊这样子 你想想看那个简直是 然后他们来就是来搞坏台湾 把台湾的钱拿走 把台湾搞坏 把联安关系搞坏 然后弄得兵凶战危 台湾的领导人 络绎不绝地欢迎这些人 是啊 那问题现在来了 你看好 如果要这样子持续中美两国 这样子一直不断地在较量 那到底谁胜谁负呢 现在倒是看到经济学人 有一个分析 好 我请教一下蔡委员 他里面说 拜登政府在推动 对中国大陆的去风险 虽然让美国转从墨西哥 越南等国进口 那么但是呢 你看这些东盟国家还有墨西哥等 把中国商品稍微加工再销到美国去 结果非但美国没有摆脱 对中国的依赖他们甚至其他的国家 还更依赖中国啊 所以难道这篇的分析的结论就是 美国是打错了算盘了吗 经济学员杂志只是后知后觉 这大家知道的事情啊 以前Financial Times讲过 我说讲过 我举个例子好 美国说中国大陆做的汽车零组件 卖到美国去卖太多了 加什么关税 上次川普就是加这个关税 好吧 那墨西哥说 那我来出口卖给美国 那个什么叫汽车零部件 什么车头灯啊 什么车头盖啊 后车镜啊 什么保险杆啊 这些东西的 真的在墨西哥设厂 墨西哥真的大量卖到美国去 就一看 那个厂是什么 那个厂是中国商人盖投资的啊 那第二个 更觉得 其实 这种厂最贵的是模具 墨西哥会做模具吗 不会 模具是哪里做的 都中国大陆做 最贵的部分 最赚钱的部分 中国大陆还是赚走啦 那尾巴那个 压一个两块钱的 那就是给墨西哥人赚 不是坏处啦 所以 我是觉得 有效果吗 没效果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现在没有哪一个经济体 墨西哥越南能够有这么完整的一个经济体系 从最源头的模具 就有技术人员可以设计 图都画好了 不用你 你英美的这车子的设计商哦 他主动就设计好在那边等你 那你反正让你挑 让你挑 那你降低你的成本 结果呢 到了每一环的制造 就跟半导体设备在美国比较有丰沛的上下有 一样的 中国大陆很完整嘛 是 那很完整 我是越南 我干嘛 我当然已经买这些设备跟模具啊 我当然中国大陆买啊 那 那请问你印度也是一样啊 印度没有人会做这个东西啊 它体系不完整啊 就像电动车一样啊 每一样零组件 中国大陆都有啊 都已经 而且每一样都到了经济规模 中国大陆会被卡脖子 就是 它的半导体没有经济规模 那我也不晓得美国人在想什么 就这有用吗 没有用啊 还有那几个什么国安官员啊 国会议员啊 我讲不客气的一点啊 美国的国安官员跟所谓的这些人啊 在 只有在台湾吃香 我们台湾把他奉过神明 哇 钦差大臣 前任钦差大臣 博明是什么卡啊 在美国根本叫热瘦 他什么学校毕业啊 Mr.Suchess Amherst 毕业的 我们哈佛大学毕业 看到那学校听过吗 没听过 那种烂学校毕业的 那因为他军队里面 很会拍马屁 就拍了那个上将Flynn 当他的侍从官 然后他那个后来那个Flynn 去当国安会顾问了以后 他就跟在旁边 那川普以为这小子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他就是会拍马屁 会看老板的眼色 写老板喜欢看的报告 他这一点马屁精全是美国第一都都知道啊 再来 国安国安会顾问多么重要的位置啊 自从季星级以后啊 只有布林斯基比较像样啊 美国这些政客起来的总统啊 都搞不清楚国安顾问要做什么啊 不是我所讲的 舒立文程度还可以 但是在美国的历代的国安顾 已经很差了 那你美国的国安官联都这么差了 你何况是这些设计这些政策的什么 这阿玛阿狗的这些什么国会议员什么 根本的素质很差好不好 美国国会议员的素质有时候 都比我们台北市议员来差 不是你问我们永明兄 他当然在外交做官不能乱讲 我骂他没关系 这个素质非常的烂 他跑到那个所罗门 所罗门人口没多少 所罗门的人口比我们内湖区域还少 他那个总理去啊 不见都不见 你什么垃圾什么卡 你认为美国来怎么样 美国国议员400多个 我跟你讲350个垃圾 都素质很差品性很差的 对啊 这有什么好标 你美国要领导世界 你就要拿出来牌子说 我们美国的领导阶层 A plus 你现在不是嘛 我拿出来国会议员 A plus 也不是嘛 连总统都不是A plus 对不对 哪有时候国家在火灾 他烧成那样 他照常杜担他架去 连土耳其的总统 都不会这么干好不好 委员不要激动了 他要去了 21号日子已经定好了 好吗 不要再骂拜登了 8号开始烧 8月8号凌晨12点半开始火灾 到了8月12号才开始控制住 就他没有下令叫军人去 是啊 是啊 所以千呼万唤 拜登出来 好不好 但是21号才要去 先等我把美日韩峰会开完再说 这个是拜登现在安排的行程 各位各位我们就看到 好那这次呢 美日韩峰会到底要怎么样 推动有关国防安全技术领域倡议 建构危机状况 有三国领袖的热线机制 而且以后 还要每一年都要开一次会议 每一年都要开一次 杨老师 所以这次开会 你觉得 是要搞一个什么 亚洲的小北约 然后呢 以后都真的 互通有无 即时连线 美日韩紧紧绑在一起了 还有可能 我现在回答蔡委员 刚才指责的 是是是 拜登为什么这么不顾 夏威夷的野火 造成上百人的死亡的事件 第一个距离远嘛 那不是媒体 美国的主流媒体 你在台北跟高雄都有差别 不要说从华盛顿到夏威夷了 第二个 那边 没几张总统候选人的选票了 也没有多少金主在那边了 但是呢 现在变成媒体的焦点了 他当然就要赶快过去 可是我要提醒另外一个人 他也要去大卫营 而他的父亲在前天去世 那就是尹熙悦嘛 对 他92岁的父亲在 他8月15号 韩国光复节 的那一天去世 那接下来他在8月16号 他还是不是要去大卫营 以我们中国人的观点 去跟不去都可以嘛 对不对 那我当然我也不知道 他太太会不会去 可是他在韩国光复节 韩国什么光复节 韩国从日本殖民光复 1945年8月15号 他在那个光复节讲话 过去每一个总统 不管是亲美还是不亲美的 在这天讲话一定是要求 要记住历史 要日本要道歉 是 结果尹熙悦说 日本是我们韩国安全的伙伴 然后呢 这个日本提供美国的驻军 支持韩国的安全 我差点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而同一天日本自民党的主要的 这些执政的官员 包含下一个可能会做日本 日本总这个首相的 叫秋生田光一 都去参拜靖国神社 同一天 他爸爸过去那一天 他在韩国光复节 这样子去称赞日本的那一天 然后呢 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一天 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8月18号 美国时间 亚洲时间19号的这个 大卫营的美日韩 对 不要小看大卫营 我觉得本日韩看三边会议 我们并不在意 因为已经开了两次 他两次北约高峰会的时候 都开了 可是大卫营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美国会拿他全部的力量 要把大卫营所建构的一个 机制化 定期化 对 联盟化的一个机制 要把它建起来 他还是会采取堆积木 他不会变成说 我们来签一个三边的军事联盟 不会 美日安保还是美日安保 美韩军事同盟还是美韩军事同盟 但是呢 他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堆积木不是小积木 是大积木堆上来 什么意思呢 以后每年开一次三方的高峰会 以后每年做三方的共同军事演习 以后 即时的分享北韩所有的军事情报 跟这个弹道飞弹的情知 这都是已经话讲出来的 尹徐越在昨天甚至还讲 以后我们要把我们跟美国所建的 和同盟 变成三方的和分享和同盟 哇这个听了日本会有点怕 因为日本还是这个就是说这个非核三元 而且不要忘记啊 岸田文雄他是广岛的议员 是 他在广岛办集团地嘛 那有广岛的这样一个核爆经验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核问题还是比较回避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美国这一次是抓到的机会 因为尹徐越非常的亲美亲日 比传统的日本保守的政党人物 还要亲美亲日 那这个人其实没有当兵过你知道吗 他两次演绎 结果第三次他用眼睛的问题 没有当兵 1980年代韩国的男生不当兵 你可以想象 他后来要花多大的力量 证明这个人是勇敢的 支持国家安全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美国就捡到枪 跟小马克思一样 然后呢 那就赶快的用最高规格的这个大卫营 要把这整个给定制 这个定期化 机制化 甚至未来走向一体化 虽然一体化并不容易 可是我觉得这个积木 会堆的比较高 但是有些人说 这个象征大于实质 初步可能会这个样子 但我们看后续一定会持续的推动 对其实的确这个正逢富上的南韩总统 乙席越很坚定的要迈向大卫营去 因为对他来讲 这场会议非常的重要 可是呢 这个像北韩的这个反应 这个之前文在寅正逢母丧 还会吊咽 那么但是呢 这个对于南韩总统隐席越 态度可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现在呢 也看到南韩自己本身 是不是也有他经济的困境 我们常常讲 所谓的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 南韩的护国神山 现在是崩了吗 山崩了吗 因为你光看这个数据 这个三星第二季度的净利润 那么比去年同期暴跌99.3% 然后晶片制造部门 连续第二个季度亏损 六月季度运营 亏损达4.36兆寒还 那么营收利润惨淡 主要是记忆体晶片市场上需求的下降 而且呢 现在我们看到 哇这个南韩现在是确实是如此 可是我们要去对照一下 请导播给我们看下一张 因为我们要比一比 看看日本 日本现在在忙些什么呢 日本现在在努力的在推动 推动半导体供应链 而且要跟国际合作 日本的独卖新闻就有一篇报导 日本锁定神 是要跟阿联酋一起来合作 日本的岸田文雄 他其实在7月还特别去访问了一趟 也跟他们谈好了 要强化半导体领域的合作 人家现在是这样拼 但是韩国勒 韩国自己本身的问题很大 而且现在韩国连什么 经济方面的这个表现 越来越低迷了 甚至都已经有通货紧缩的担忧 可是赖老师 我们看到南韩现在好像看起来 是装看不见吗 他一味的就跟美国紧紧的靠拢 可是日本现在要走自己的路吗 韩国从过去 它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它是顺差 那后来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产品 可以取代了 那看起来 后来韩国就开始节节败退了 那现在已经出现的是逆差 而且逆差也一直在持续的扩大 所以韩国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是一直在失去了 因为韩国的产品的本身的 科技的水平的含量 并不是说是不能超越的 它不像台积电 例如说能够做到五奈米 三奈米 现在往两奈米的方向再走 那台积电的科技的含量 还是比较稳固 三星没有这么稳固 三星当初在做这个尖端的半导体的时候 就先进制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它的本身的良率并不好 牛吹得很大了 就像前段时间说 已经在室温里面发现这个超导体 这个牛一样只会吹牛 现在牛皮吹破了 对 现在吹破了 连自己的半导体业者都说 这个实在是一件可笑荒唐的事 大学教授就是这样来吹牛 那这个是他们的特质 那现在的情况是 当他的先进制程 那么又被限制 说不准卖到大陆去 他也配合 而中国大陆在技艺 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我们讲的中心 那么长江存储 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自己脱颖而出了 也就是摆脱美国跟日本 还有就是韩国台湾的打压 那长江储存起来了 那当然更不需要韩国了 所以韩国自己本身说 那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减少 当然减少 因为中国已经不太需要你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看三星本身 最能够获利的这一块 当然就丢掉了 可是我觉得日本 不能够这样看好 如果说一下子把日本讲得太好 我觉得这个又超过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半导体这个部分 美国原本就要打压日本 所以使日本的半导体 变成一个火角的半导体 只能够做原料 只能够做一些设备 但是制程不能做 当初美国就发现 日本的半导体超过美国以后 他们就打日本 日本屈服了 所以现在美国由于 为了要打中国 那看起来是放水了 放水了以后 日本就跃跃欲试了 想要做先进制程 先把台积电弄过去 可是不是先进制程 台积电过去的 这并不是三奈米五奈米的 不是 但是问题就在日本已经 好像就是说 美国对它的枷锁已经放开了 它可以做制造成为晶片了 所以日本就雄心勃勃 它想要走这个三奈米两奈米 要找这个资方 找阿联酋 他们来投资 可是我觉得 没有办法那么乐观 台积电能走到今天 那是一步一脚印 日本你的制程这个部分 拉了那么久了 你跟美国联合都不见得 做得出来 你今天说把阿联酋的资金 带进来 你就能够做出两奈米 大话不要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